小妖的眼珠子古路咕路转来转去 只是不肯直视香柳 唇角却不由地弯了起来 打了几百年专制不孕不育金字招牌的她 自然知道原阳是为何物 她很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得了不得了 她虽然不肯正眼看向柳 却准确无误地探过头去 调皮地在她脸颊上重重地亲了一下 不等她反应就跳下踏去 隔了她几尺远 笑眯眯地道 这算是盖了章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可要记得什么都要听我的 香柳看她重见光明后 又恢复了几分活泼调皮的备赖个性 心怀也是大唱 只朝着她勾勾手指 微笑道 是谁当年哀求我说大人 小的已经是你的人了 小妖笑容更盛 不但没走过来 还倒退了几步 凡齿相激道 那是谁昨天才对我说的 如若此生每一天 我都伴在你身边 你可能允诺我一事 你还求我永远不要想着节骨 香柳大人 什么都想不起来的时候 可更好玩得紧 香柳也只是斜腻着她 含笑道 好大胆子 敢来捉弄我 你是想让我过去吗 小妖这下 可是再也不怕她了 插着腰 也含笑斜腻着她说 那你过来好了 香柳居然真的一正身 从踏上缓缓站起 还好整以侠 地理了礼衣服 她本就俊美得带几分妖艺 如今万载寒冰乍容之下 冷领中更加几分柔情 那头银丝 不曾规规矩矩的隆起 颇有几分散乱 更显慵懒嫌疑 又如天上折仙 被硬生生拉下人间 被红尘所染 绕视小妖见多识广 也不仅被眼前的美色所迷 看直了眼 南南道 妖孽 实在太妖孽了 香柳看她神色 不由口角情笑 调侃道 我愿意对你十美难计 如何 小妖硬着头皮道 还算不错吧 突然想到 香柳这般景象可是不多见 马上在衣服里摸寻起来 我那面星星镜呢 一直贴身放着的呀 她见香柳随手一指 果然那面星星镜 好好地悬在榻头 正对着榻上 小妖便郑重地叮嘱道 这回我录在镜子里的 你可再不准抹去了 当年那两段珍贵的回忆 被香柳抹除后 她可是饿万顿足可惜了 不知道多少次 之后更是在海底大罗壳里 给香柳疗伤时 不知道给她录了多少段 只可惜 那时香柳无知无实 不能动弹 哪像如今可以任她摆布 想怎么录就怎么录 小妖想着想着 就不由地咯咯笑了起来 拿过镜子 注入灵力开启 正准备找个角度 正大光明地 把自己正牌夫君的美色射入 却见镜子上连衣波动 出现了一幅画面 不太像之前裸壳的场景 她顺眼只是一瞟 历时面红耳赤 整个人都烧得不好了 拿镜子的手一抖 那镜子就咣当一声掉落下来 还转了两个圈 镜面朝上躺在了地上 小妖以这一声 从未有过的迅捷速度 飞身扑了上去 就差没有连滚带爬的一把 将镜子翻转过来 把正面摁在了地上 一颗星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手里像按了个烫手山芋的模样 左手换了右手 右手又换回左手 空开的那只手徒劳地拼命 往自己的脸上扇着风 她绝望地想 自己还不如看不见呢 那分明就是昨夜香柳 与她恩爱缠绵的场景 绞天之幸 这面镜子只有画面 没有声音 她差不多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抬头羞愤欲死地质问香柳 你这是干什么 香柳一挑眉 疑惑道 你昨夜说了好几次看不见 很遗憾的样子 我想着当年自作主张 删去了镜子里两段记忆 便录下了给你赔罪 赔罪 小妖一口老血 差点没有喷出来 绝望地以手符额道 世上哪里有这么赔罪的呀 香柳虽说经历红尘 但本为妖性 又从未经历风月之事 只知求偶之事天经地义 也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此时看到小妖神色大变 不由脸容道 若是你不欢喜 我再抹去了便是 说着上前来想要取过星星镜 却见小妖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却死死摁住镜子 不肯给她 香柳便其道 你又生气 又是不肯抹去 这又是为何 小妖缓了口气 脸上终于回转过来 大大地白了香柳一眼 道 你这个九头妖怪 什么都不懂 情人鼓重在你身上 真是白瞎了你 我就 没有生气 她紧紧握着镜子 灵力是不敢输了 看着涟漪已没 图像也已消失 才松了口气 又在空旷的海贝里四处打眼 只想找个箱子匣子 把镜子放进去 她可再不敢随身带着了 万一不小心一落 被人捡到看去了 她还要不要活 可这海贝虽是空旷 却也简单异常 只有各色作深红 眼见是极品戴帽 所练制的床榻 另外树盏水母灯外 别无他物 小妖不由地犯了难 香柳看她四处张望 当即知道她的心意 一手揽过她腰 一手要将那镜子收到袖里 道 你放心 我帮你收着 绝对不会遗落 小妖急着抢回来道 不行 你不能看 她脸色一红 又把我还没看呢 一句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香柳实在拿她没办法 道 小祖宗 你到底要怎么样呀 看着她 最后摸索了半天 将镜子深深地藏到了榻底 不由哑然失笑 道 这海贝在深海中 又有我妖力震慑 是绝对安全的所在 你扔在地上即可 小妖折腾了一圈 又在榻底爬进爬出 额头已略略出汗 只将半个身子伸出了榻底 一双性眼水淋淋的 说不出的灵动可爱 又带着三分怀疑道 你确定这儿是安全的吗 向柳探臂而出 将她一把捞到了榻上 放在了自己怀里 眸色深沉 轻点着她的唇半道 你该考虑的不是那镜子是否安全 而是你的安全 最后几个字 已经和小妖的乌叶声 被她堵在了唇齿之中 她细细地啄着她的唇角 描摹着她的唇半 一派想足榴莲之态 半想 又转在她脖梗处 吸血处吸水甜敏 只不在吸她的血而已 小妖半身都已被弄麻了 况且 这次眼睛已能视物 便清楚地看到香柳的 血同食饮实现 在她的俊美无仇的面容上 更显魅惑妖艺 还哪里有半点平日的冰雪之态 而且 如此近距离地看 她的皮肤居然一点瑕疵都没有 便忍不住想这妖孽 到底是有什么秘法 回头让她说了出来 回春堂 完全可以在专制 不孕不遇外 再加一个养颜润泽的金字招牌 香柳见她出神 不满的伸手遮住了她的双目 你难道 小妖 专心些 她就此被她专心地带入了那无比凶猛无比 激烈无比温柔 无比缠绵的涡流之中 彻底理解了为什么她说 这海贝是绝对安全的所在 小妖带着香柳回了赐回春堂 跟阿焕交代了一下 闭馆三天是不够的 得闭馆一个月才行 留守的阿焕被惊得目瞪口呆 身为六医师的手脚之快而敬佩不已 这才统共出去两天的功夫 居然回来就说 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嫁出去了 这就连翻书也没她找夫婿的速度快 而且六医师也不知道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多年的目盲也治好了 阿焕好奇地询问她 到底是何等先法 能够如此要道病除 六医师却红透了脸 催了她一口骂她小孩子家家的不学好 还叫她不该问的就别多问 阿焕帐八和尚摸不着头脑 完全不知道 这眼睛有什么不好问的了 又见鬼方公子 哦 已经是六医师的夫君了 一双眼眸 早没了当初茶馆见到的冷峻 只是满含着笑意柔情 把六医师瞅得一张脸更是堪比红布了 就连她这么个旁观者 都被她俩这秘里调游的样子给腻到了 鬼方公子的手从头至尾 就没有从六医师的一把仙腰上挪开过 就差没有昭告天下六医师已经嫁给她了 则则 这可不是苗圃姐说过的英雄最难过美人观 百炼钢盾乘绕纸柔 阿焕决定这次等六医师回来 无论如何也要缠默着她给自己教一下这迷魂法术 虽然她现在还没有什么对象可使 但是好男人总是少的 一旦遇上了 一定要擦亮眼睛 紧紧抓住 小妖急急忙忙拉着香柳桃也试得上了天马 两人一起 往百里而去